第26體 使用誘途中的簡單機械 施力F使重量為W的物體等速度上升 則利用此簡單機械吊起物體的目的是下列合者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定滑輪 我們通常把滑輪當作是一個槓桿的連續變形 那麼定滑輪呢,我們的原型這邊是支點 然後呢,有所謂的施力跟所謂的抗力 那麼他們的利弊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施力也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不省力也不費力的工具 所以A選項說可以省力呢,是錯的 B選項說可以節省所需要的能量,這一定是錯的 因為我們知道機械只可能省時或者是省力 但絕對不會省工 所以他絕對不可能會減少所需的能量 所以B選項也是錯的 那麼他可以減少所拉動的距離也是不對的 因為我這裡的W如果要上升一公尺 那麼這裡的F也要向下拉一公尺 這樣子所以他並不會節省減少我所要拉的距離 所以C選項也是錯的 那麼珠選項說可以改變施力的方向,方便操作 因為我們要讓W往上升的時候,我們的F施力是向下 在我們一般的動作裡面,我們往下拉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操作會比較方便 所以呢,我們第26題的答案呢,要選的是珠 第26題為我們說利用此簡單機械 也就是定滑輪 要起重的目的為何 我們答案選珠 可以改變施力方向,方便操作 第26題的答案是珠 第26題的答案是珠